阿洛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美麗大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今天剛好哲平已經把我們的 風雲貓咪打推到我們第30層囉 也就是我們打完我們貓咪仙人 那打完我們貓咪仙人以後呢 其實他會贈送我們三張稀有券啦 那最近其實除了我們昨天抽到了 無重力是單抽抽到嘛 那今天拿到三張新的新券了 那剛好開的是我們龍族的一個轉蛋啦 那其實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哲平基本上就沒有在抽龍族轉蛋了 不過龍族其實在上一期的時候 就有出一隻新的角色 那就是我們這隻古龍啦 那古龍的話呢 哲平也沒有多做什麼介紹 所以今天的話就來用一下三張金券 來試抽看看能不能跟我們的無重力一樣 用我們單抽就抽到了 希望是能夠延續昨天的非洲 延續昨天的歐洲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就要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龍族系列 因為基本上哲平很少在介紹我們龍族系列 那其實哲平的那個網頁版有抽到我們的那個霸龍 那其實我覺得霸龍的話呢 他的體力的話還算是非常高的 那其實在打很多關卡都是用霸龍來打的喔 那基本上我們的霸龍呢 他的攻擊距離算是一個比較中遠程距離的 所以其實還不錯 如果新手摳到了的話 那我們這邊的話我們的古龍鋼格莉昂喔 就是我們一隻新角色 他是善於攻擊我們異星戰士跟不死生物的 那他算是一隻近期出的一隻新角色啦 那其實還蠻帥的喔 那為什麼說哲平很少在抽龍 因為他們是怪物以外呢 就是其實就是沒有那個機會能夠抽我們的龍啦 雖然龍很常就是有那個超級必重喔 那這邊的話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古龍喔 因為上次網頁版的話是沒有這隻古龍出現的 那我們古龍的話他一階段是移動速度快 無法攻擊近處的敵人 但是能夠攻擊較遠處的敵人喔 所以他是一隻不能打近距離 但是可以打很遠地方的敵人的一隻角色 那看上去攻擊異星戰士和不死生物 打倒不死生物屬性的敵人呢 可以阻止其重生 就是他可以進化他們啦 所以是一隻能夠鑽打我們不死生物的喔 那他進化之後呢 移動速度快無法攻擊近處敵人 但是能夠攻擊更遠處的敵人 在於攻擊異星增物跟不死生物 打倒不死生物的時候呢 敵人可以阻止他重生 那基本上這兩個是一樣的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提中一些 攻擊力跟我們的一些效果啦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古龍王好不好 鋼格莉昂 那其實這邊的話我覺得不死生物的抗性的話 我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還算是還蠻想要得到 一些能夠打不死生物的 雖然我有猴蟹跟初浩基爾 又有我們新抽的無重力 但是對於不死生物的話 我覺得之後應該會出更多的不死系列關卡喔 而且我傳說關卡剛好也要打到我們的公墓了 所以基本上就已經是不死關卡了 所以我覺得多抽幾隻不死生物的抗性的貓貓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喔 那我們今天就要先用三張金券來拼一下運氣吧 既然我們昨天都單抽中我們的無重力呢 我覺得接下來我的單抽運應該還是有點存在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一下我們龍王系列啦 Let's go 第一張金券 能不能再種一隻 新角呢 就看這一抽了 來 又是我們陰陽絲貓貓啦 這個陰陽絲貓貓呢 真的是很常出現在我的卡池裡面 我都已經看他看到不想再看了喔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第二發金券囉 Let's go 不是什麼呢 希望來種一隻超雞稀有吧 來 好 這隻是雞稀有的浴缸貓喔 稀有 超級稀有 稀有再來是雞稀有 應該接下來就是要換成超雞稀有了 我覺得應該可能喔 三張金券 Let's go 下去吧 來一張 超雞稀有 好吧 又是八條貓 所以 代表沒有什麼機會了 那其實我真的還滿建議大家就是 風雨貓兵塔出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推到努力推到30樓啦 因為30樓推完貓兵仙人之後呢 他都會給我們三張稀有券 我覺得還不錯 好的 那今天除了抽我們的古龍系列以外呢 哲平有一個關卡想要重新再拍攝給大家看喔 那這關卡的話就是我們的那個 風雨貓兵塔第27層啦 因為第27層的話呢 前幾天打的時候 用我們那個無重力打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其實我覺得還滿困難的 也就是我們那隻墳墓到底該怎麼應付喔 那其實哲平之前在拍攝27樓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點運氣帶 所以就是 在我們就是還沒有被那隻 鑽地板的墳墓打爆之前 我們就先把塔給毀掉 那其實我覺得這關卡的話 還算是非常的麻煩的 所以我想要重新再拍攝一個 可能比較穩一點的方法給大家看喔 那我們帶上隊伍的話就會帶上這一隊 就是前面的話呢 就是三隻坦克 我們大狂安小貓 跟我們的大狂安強貓 跟我們的強貓喔 那這邊帶上我們這個 很重要的就是我們這個大狂安腿貓 帶上我們大狂安腿貓的話 就是要用他的波動效果來打擊一下敵人啦 那這邊比較重要的 另外一隻角色就是我們職業撐竿跳貓 因為撐竿跳貓的話 他可以讓我們不死生物緩速喔 所以就可以就是 把那個墳墓定在那邊啦 那這邊的話比較麻煩的就是 我們那隻鑽地板的墳墓 所以我們必須在那隻鑽地板的墳墓 穿到我們的塔前面的時候呢 就趕快把對面的塔給毀掉 所以我們就必須在第一隻墳墓死掉的時候呢 派一下哈哈姆特這種速攻角 趕快去打一下我們塔 我覺得將會對於這關的通關來說的話 會更為輕鬆一點點囉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伍來打一下 我們27樓給大家看囉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27樓裡面用這套隊伍打 會不會比較輕鬆一點點喔 那基本上哲平是有測試過啦 就是先把第一隻墳墓打死之後呢 再拜我們哈哈姆特三階 趕快衝過去回塔的話 基本上就是能夠比較快速的把塔給毀掉喔 那一開始的話就是先出我們的盾牆 再加上我們這個... 欸 撐竿跳貓 去緩速那些不死敵人應該就會很不錯喔 那其實這邊的話帶上猴蟹 或是一些進化不死的敵人的 那些超級貓貓都很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帶帶看 那這邊的話前面可以先出幾隻牆阿 然後再出我們的腿貓 用我們波動來去打這些敵人 應該就很不錯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出一隻撐竿跳貓 然後伸點錢包 然後再繼續用我們的腿貓來 用波動攻擊喔 那其實腿貓的那個CG時間的話 還算是滿長的 所以就是可以先把它出一隻出來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是可以出幾隻猴蟹啦 那主要就是用我們的前面的那個大款的小貓 跟大款的強貓跟強貓去躺住陣線 然後再用我們的腿貓的波動攻擊 來打一下敵人 然後用我們的那個撐竿跳 來緩速一下不死敵人 應該就會沒有問題囉 那就是趕快把我們第一隻墳墓給敲死之後呢 用我們哈哈姆特快攻把塔給毀掉 應該就可以在那個第二隻墳墓 到我們塔前面的時候 趕快把那個對面的塔給毀掉喔 那這關會比較麻煩的原因就是 因為如果你沒有帶那個不死進化的角色登場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沒辦法進化到我們的不死敵人喔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第二隻會鑽地板的墳墓 實在是有夠煩的喔 所以那隻真的是千千萬元 一定要讓大家注意的一隻角色 所以你可以疊多一點的我們撐竿跳貓貓 來緩速一下我們這兩隻墳墓行走的速度 我覺得就不錯喔 就是把牠們卡在陣線前面一點點 因為這隻如果我們先把這隻墳墓 卡在前面一點點的話呢 就是代表我們把牠擊殺之後呢 我們要過去牠們塔的時候的距離 就會比較短一點點喔 比如說現在是在一半的地方就先 讓牠緩速在這邊應該就會很不錯喔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就先出一下我們的初號機出來 用我們的正義的拳頭來打爆牠們喔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第二隻會鑽地板的墳墓已經出來了 那基本上就是疊多一點這隻角色 然後趕快把牠們給進化掉 因為我們撐竿跳的貓貓 也是可以進化掉我們的不死敵人的喔 所以趕快把牠們給解決之後呢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喔 那這邊的話就是隨時都要注意一下 我們後方那隻會鑽地板的墳墓 牠要做什麼事情喔 不然如果讓牠鑽到地板的話就會非常的麻煩 這邊先做了一隻初號機之後呢 就趕快就是來穩定一下陣線喔 大家也可以趁牠就是要鑽地板的時候 開個貓砲讓牠晚一點鑽地板喔 這邊的話應該差不多要鑽了 就先用個貓砲把它打後面一點點 不過這邊好像是有點小失誤了 那這邊的話呢就趕快用我們生竿跳貓貓 還有我們的那個猴蟹啊 還有我們的初號機 趕快把前面這隻墳墓給打死喔 但其實墳墓的話呢 鑽地板墳墓不會那麼快的 直接鑽到我們的那個塔前面 所以它還是有一段時間可以就是在前面 把我們訂住的 所以就是趕快就是 把我們陣線控制到前面一點點 這邊就努力順利的把我們那隻墳墓給打死 之後呢 趕快加上我們哈哈姆特 這邊哈哈姆特是順利的 擊到我們那隻會鑽地板的墳墓喔 這邊讓牠們趕快過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我們哈哈姆特快速回塔 趕快把這關給帶掉喔 所以這關的話比較麻煩 就是要跟我們這隻墳墓比速度啦 我相信應該還有其他的方法 不過我覺得這邊的話呢 有3D的哈哈姆特用這個方法應該會很快速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用我們哈哈姆特快速的回塔 這樣就比之前哲平拍的那個方法還要更穩定 而且更安全一點點了 因為之前的話我好像是沒有帶上我們的速攻角色 然後其實就是跟我們那個 墳墓比速度啦 因為我忘記那隻墳墓會鑽地板鑽到我們塔前面 所以這關的話呢 用之前的方法還算是還蠻危險的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27關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打法啦 那我相信有一些更好的打法 也歡迎各位觀眾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學校幫助的觀眾朋友們囉 那其實為什麼要拍這個27樓呢 那是因為每次在打風雲貓咪塔 除了28樓的鋼鐵關卡以外 卡最久了就是我們27樓啦 因為27樓每次都要跟我們的墳墓比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麻煩喔 所以如果你對我們的風雲貓咪塔27樓 有一些其他打法會是一些比較安全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囉 那古龍系列的話你們有抽到什麼角色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好的 那我們好久沒有進行我們合成獸時間囉 那我們今天就創造一隻合成獸來給大家猜猜囉 那我們今天合成獸呢就是這一次啦 那大家趕快來猜猜 他是由哪兩隻角色或是由哪兩個敵人組合而成的喔 那只要在下面留下你正確的答案的話呢 那哲平就會從正確的答案裡面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點數卡囉 那其實最近有遇到比較麻煩的事情就是 有些觀眾他可能答對題目 而且也被哲平抽到了喔 那基本上哲平也有在他的留言下面留說 恭喜你中獎啦 那要趕快來粉絲專業私密哲平囉 不過有好多人好多人他中獎之後 可是沒有來私密哲平 所以就非常可惜喔 所以大家記得留言完之後呢 過個幾天可能就是公佈答案之後呢 大家還是要好好的回來看一下留言有沒有中獎喔 不然其實錯過了中獎時期就還滿可惜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有沒有中獎喔 那就是中獎的人的話就趕快來哲平的粉絲專業私密哲平喔 那哲平就可以把獎項贈送給你囉 好的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可以按訂閱喔 那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